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强强就说 在他人生跌到谷底的时候 就是靠着技工师傅化险为宜 强强跟我们分享了这一段画面 当时技工师傅一口气 从女性徒的身上打出了三条恶灵 现场师傅和恶灵的对话 让强强看得真的是心惊胆造 从整个事情之后 他对技工师傅的能耐 可以说是心服口服 只要碰到任何的疑难杂症 强强都会到宫里 来问问谁 那女生是 只要师傅已碰到她的时候 她从一个很正常的女生 开始疯狂的就是打尖角 然后地上打滚 只要很多个男生把她押住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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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继续要拍 妳的继续要拍 妳的继续要拍 完全是说到任何都来了 她的继续要拍 要出拍吗 不然才会有情感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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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没有 你说的 她是 有就是被烧死的 然后有就是自杀的 然后还有就是被她杀的 然后她就是 随之跟进来的其他的冤魂 对 然后就是 就大概有五个到六个这样子 然后还有那个小孩子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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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下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会发生这一切 但我其实非常非常的害怕 因为我对我来说 其实超乎我本来 就是接触到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 清瑶菩萨 大口喝酒 一鸣激公师傅降价替人办事 若一不觉的善男性女 让入夜后的台北社之道 顿时热闹起来 人群中赫然发现一张熟悉面孔 师傅 我要送你礼物啊 上次的东西已经达成了 所以我送你酒喝 你那么久 活跃在各大综艺节目的 艺人强墙 怎么也跑来找激公问世 很苦 很苦 很辣 很苦啦 我现在想走假白路线不行吗 我现在想走假白路线 师傅 我走假白路线可以吗 师傅以为走假白路线 举杯聊天 叹笑风生 向来犀利呛辣的墙墙 在激公师傅的面前 却完全不敢造次 毕竟有求于神明 当然得诚心诚意 尽快要吃更多 是啊 好... 好 好喔 好 可是我很爱骂人怎麼辦 不可以啊 不可以一直在骂人 可是我现在很欠骂怎麼辦 欠骂骂人不能一直在骂人 勸告墙墙 收敛言行 演艺失业才有办法长长久久 当事人全想关注 显得非常信任激公师傅 到底为什么 我跟师傅结缘是因为那时候 大概在 今年四五月的时候 那时候是我那时候 刚好出了一些事情 强强口中的一些事情 就是大家印象深刻的新闻事件 不断卷入吸毒风波 强强当时饱受各界抨击 人生陷入地潮 其实我未免做什么 但是我就是牵扯到这些不好的事 然后那时候就是 我身边的人带我来找师傅 他跟我说我要怎么做 他帮我的话 然后我要去如何回馈社会 所以是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当时连强强自己都不知道 据说当时技工师傅一口断定 他不但能美事 还可以因祸得福 真的吗 几个月后 本来在演艺圈 快要销声匿迹的他 果然东山再起 还成了知名网红 技工师傅的神预言 被事实验证 让强强心服口服 于是他经常来找师傅 寻求心灵慰藉 有一次他更目睹了惊人的一幕 一名在殡葬业服务的信徒 跑来问世 言情却突然变得歇斯底里 难道是被卡到吗 有一个很凶的 那师傅直接用 就跟他讲 他都不听 然后一直就是威胁说 他把这位信徒给带走 直接咬蛇之类的 所以就是这个师傅 只有把他打到地狱去 可是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会觉得还蛮 是有被震惊到 你够名了啦 够名了啦 没办法 技工想要服母的本事 到底是真是假 不只强强 亲眼目睹 据说连这一名女信徒 也有过亲身体验 我就是有梦到就是 有一个女生 然后她献那个镜给我看 就是在家里一个镜 然后有家人有什么 然后好像就是蛮苦的 就是她献完那个镜 之后她就在我脖子这边 吹了一个很大一口气 而且那个气是很静的那种 那我就醒来了 真实又深刻的梦 梦中那名女子 到底想表达什么 哪一天人在医院工作的恋恋 觉得身体就是不对劲 隔天室友竟然这么跟她说 她就在洗澡的时候 然后她洗澡嘛 然后门半开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听到一个尖叫声 然后很大声 然后就在很... 就在那个大门那边 是不是中庭有人在叫 可是后来就是 那个女生又很大声尖叫 就越来越近这样子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她就是那时候就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开门什么的 然后妈 她那天就睡不好 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人 接二连三遇到鬼事 难道真与梦中那名女子有关吗 然后我来宫里 然后我才... 因为我那时候是穿连三的洋装 然后师父一进来他就说 你想去老三玩玩的 你待会爱很大声爱 这句话是神预言吗 难道师父早就一眼看穿了 女性徒卡倒音 我从师父我怕 师父就把她引出来 然后她是一个七十几年次的女生 然后是上吊自杂的女生 可能遇到一个不好的男生 附了她 她一直想跟师父要黑令旗 去报仇这样 冤魂为了复仇找季公要黑令旗 就未免太不可思议 据说经过劝话 超度 冤魂终于放下仇恨去投胎 女性徒的生活 也就此能恢复平静 她由衷感谢季公师父的帮忙 说到了这一位不可思议的霞魔季公 找季生的过程也很玄奇 退嫁之后的季公师父 是一位羞涩的清秀少年 她说会跟神秘结缘 是源自于三年前的一场 莫名其妙的怪兵 怎麼會這樣 才二十岁的男孩子 就得面临生死交关 面对医生的束手无策 家人好担心 当时李家就有供奉媽祖和季公 当妈妈和哥哥 求完神明之后的当晚 人在加护病房 昏迷的李哲信 就做了一个怪梦 我就在梦中梦到圣母 圣母 天上圣母 那我在她的面前跪下 就跟她行个礼 然後她跟梦中跟我点话说 要去一个山上 然后那里有个五方钛 然后我就醒了 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裁天的时间 就从冰死状态苏醒 难道真有神迹 出病之后 我就一直在找这座山 跟那个五方钛 那我就有一次去第三上 我就发现说我是去母娘 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是 就是有感应到母娘 就是降下了一个法子 然后要开始就是 带着这些学生自修 离山老母点话 天上圣母救命 李哲信真有神职命吗 大病出狱后 家中供奉了季公 也找上了她 不管是替小孩受怕 还是超度恶灵 李哲信说 能帮季公代言济世 是她的福气 希望将来能带领旗下门生 替师傅盖一座大庙 造福更多的黎民百姓 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 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 来看全台湾更多 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董 您的家就是给我们 最实质的鼓励跟支持 啊 不谈不谈 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